羅智祥小豬去年4月 被內地網紅周陽青毀滅式分手 以財民大爆難方出軌 兼熱愛多人運動 令到小豬形象插水 停工至今10個月 不時在社交網update近況的小豬 吉利不斷放風聲為復出試水溫 昨晚又在IG story 受到披露復出的時間 他宣布開設個人YouTube Channel 羅智祥Show TV 並將會在這個星期六 上載首條影片 轉戰做YouTuber回歸幕前 其後小豬繼續發揮鬼馬本色 化身骨子骨 在IG story 回答網友的提問 又帶廣東話和香港粉絲打招呼 我的頻道會走什麼路線 應該是吳宗憲 我待會把那個連結發上去 你們要訂閱啊 哈囉 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Orange Boy 當小豬教網友 如何搜尋他的頻道的時候 又在這裡自照 你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看到我去年不好的新聞 滑掉啊 滑掉他 不過消息公佈 約20小時 小豬的YouTube Channel 才累積近8,100個訂閱數量 反應一般 而為了復出作準備 日前自爆兩個月體重狂標26磅的他 亦都積極減肥 除了瘋狂做帶養運動之外 昨晚小豬由常載短片 自爆約羅媽媽去打乒乓球